社会保险机构从今天开始 落实新的投保顶薪上线 从原有的4000令吉调高到5000令吉 涉嫌机构首席执行员 纳都司理莫罕阿兹曼发文告指出 新措施上路后将使得整体福利增加25.3% 有助于提高涉嫌的保护范围 涉嫌涵盖的保护范围就包括 丧失能力福利 永久丧失能力福利 遗生服饰金 生残服饰金 送礼费用 求职津贴 收入减少津贴 以及提前重新就业的津贴 涉嫌机构指出 9月1号开始 月薪超过4000令吉的雇员 所缴纳的涉嫌保费数额 将根据法令做出调整 至于月薪超过5000令吉的雇员 缴纳的保费将根据顶薪5000令吉来计算 雇主必须把新数额列入薪水单 以便涉嫌机构检查 涉嫌机构指出 全国大约150万名雇员 或将近19%的涉嫌会员 将从中受惠 开启还请出席 都行进行幻想给了一期 请进行幻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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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完之后 有点赞 随便 不用理想 得合照 放在地区 等于 开启